Hello 大家好 你们知道酵母是怎样护肤的吗 听我给你微微道来 话说在我们的皮肤表面 有100万亿个近1000种的菌群 它们与皮肤细胞共同生活在一个微生态的系统当中 这也是人体的第一档生物屏障 菌群当中除了有异菌 有亥菌 还有病菌的存在 当病菌的数量多于有异菌的时候 微生态系统属于失衡状态 就可能产生各种各样的皮肤问题 比如说皮肤敏感 容易长够泛红掉蟹等等 在日常生活当中 由于气候干燥 环境污染和频繁戴口罩等 面部容易产生敏感脆弱的状态 皮肤微生态系统失衡 屏障倒塌 病菌趁机而入 皮肤表面可以促进微生物的调查 维持肌肤稳定的菌种就是有异菌 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异生菌 好了 故事讲到这儿 我们要回到酵母是如何护肤的话题上 酵母发酵产无容包物 是直接破坏酵母本身 提取其中的营养成分 再进行过滤得到的产物 好处呢 就在于保留了酵母原汁原味的营养成分 酵母对皮肤的贡献 在于本身以及它的代谢物中 富含各种氨基酸 矿物质和维生素等等 它能改善皮肤的五大问题 暗淡无光 色素沉积 粗糙干燥 水油不均和松脂细纹 具体啊 听我给你细细说来 第一呢 能充分补给细胞营养物质 酵母荣包产物提取物呢 富含多种营养物质 溶包物中高比例的 氨基酸 核酸 核酸干 钛 活性酶 氨基酸浅体 微量元素 维生素B族等 基本都是可被直接利用的活性物 充分地给皮肤细胞提供基础的营养 帮助皮肤细胞健康有活力 第二 淡化黑色素 美白肤色 科学家研究发现啊 在黑色素细胞当中 加入活酵母进行培养 发现加入活酵母的黑色素细胞呢 其抑制黑色素形成的效果 脚位加入活酵母的黑色素细胞 多达60%以上 证实活酵母具有极佳的美白效果 第三 增加细胞的呼吸作用 皮肤细胞的生命和分裂次数 都是有极限的 当皮肤细胞分裂次数 达到极限的时候呢 会逐渐成为一种 有气无力的状态 酵母菌溶包物提取物呢 可以增强细胞的呼吸作用 细胞消耗氧气的效率越高 就越少形成破坏性的活性氧 自由基 舒缓肌肤促进修复力 酵母菌溶包物提取物呢 可以有效缓解 皮肤炎症反应导致的 泛红刺痛等不适感 尤其是轻度晒伤后的皮肤 红热感 同时呢 具有加速表皮 微小窗口愈合修复的功能 帮助皮肤更加安心和稳定 第五 抗氧化 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 酵母溶包物当中呢 富含多种辅酶类成分 具有减少自由基 氧化伤害的效果 同时 酵母溶包物产物还能提高 皮肤成纤维母细胞的形成表达 促进一型胶原蛋白的合成 预防肌肤的缩持与细纹 PSP活酵母 涅磷修复 面膜乳当中呢 就富含皮酒酵母 可延缓衰老 抚平皱纹 酸乳提取物呢 可以保湿和修复 乳酸感军肥美生草 可均匀肤色 提亮肤色 二对酵母呢 紧锁水分 高效修复 而且啊 专柜的活酵母呢 在线上的活酵母基础之上 还添加植物干细胞 复合胜态 虾青素 功效提升了150%到200% 还不敢开始